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前期我们说到的新流量 无论是AR还是VR 包括折叠品 包括很多的智能家居的应用 我希望大家对2020年从硬科技到新流量的不断的改变 今天我们要说的应该还是属于硬科技这一类 光伏产业在最近有一个新的名词叫HIT HIT这个词应该说是更多的加速了整个光伏产业化的进程 应该说是属于光伏产业的一次新的质变 简单的我们来说一下 首先什么是HIT 整个的门牙时间我在这里也不多介绍了 反正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整个以硅金为主的太阳能薄膜的发电 应该说一直在做研发 但是在2018年以后 有一家公司可能很多人听过 在港股上市的叫汉能薄膜 在前年股价有过巨大的波动 但它上涨的过程里面就是因为整个汉能薄膜的太阳能的发电的过程里面的效率有着质的飞跃 我们今天来主要的介绍一下HIT的这种技术 HIT的全称称之为抑制节电池 它是一个光伏发电上比较重要的一次蜕变 我在这里拿了一个概念给大家看一看 HIT电池它其实是以N型的单金硅片做衬体 我觉得在十年前2006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家公司上海的叫600550的天威宝便 它主要就是做单金硅的太阳能发电 同时我们记得无锡尚德 对不对 那是在2005年06年 眼睛一眨已经15年过去了 当时就是以单金硅片为主要的太阳能发电的主要的零部件 那现在来看它是以N型的单金硅片做衬体 正反面的以非金薄膜掺杂一些金硅薄膜 然后做一层又一层的一些网膜的铺垫 反正我觉得更多的是工艺上可能有了新的提升 它的效率也会有更好的提升 所以从目前来看 我想它的整个HIT的整个研发效率 以及产量效率 都有比较明显的获得了重大的突破 汉能研发效率达到了25.1% 2019年成为新的世界纪录 这家公司就是在港股上市的 叫汉能伯末 现在马上私有化 据说也要报在A股上市 到时候如果上市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今天我们给大家普及的这个东西 我也是看了很多份研报 然后来给大家做 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大家自己再去看一下HIT 简单的来介绍一下HIT的整个的结构和工序 我把它简单的拎出来 从卖方报告来看 主要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金龟称底和正反面的各三层膜 金龟称底和三层膜 我们做文科的人实在是不懂这个东西 这个工科理科的东西 它到底是不是这样以后能更大的输出 反正现在这个东西 从目前来看正在形成逐渐的趋势 我认为2020年有可能是HIT这种抑制结构的电池 最重要的一个变化的元年 HIT的制造工序 五步 简单的跟大家看一下 制造工序从清洗制容 到非清硅薄膜的沉淀 到TCO的沉淀 到制作电极 到测试分档 这是五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整个电池的这个抑制结构的这个电池的优势 一是效率比较高 我们最后得出的一定是 整个的转化效率要更高 目前主流的企业的量产效率 一般都占上了24% 行业新进者在23.5% 明年有望冲击25% 也就是在太阳能电池 它的转化效率上 大概能达到25%左右 效率高带来了组件环节的成本 和电站环节的成本的节省 这个大家能理解 我同样一个光伏发电站 它的效率越高 它的成本就越低 当前的单金和常规多金的效率 要差3% 价格要差0.35元一瓦 从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说效率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从测算中可以看到 转化效率越高 单瓦的成本就越低 溢价率也会更高一些 我们来看下一张 两个优势 另外一个优势 最重要的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优势 衰减率比较低 衰减率比较低 HIT的年衰减率为0.25 不到原来的一半 25年的多发电 可以5%左右 这个会非常厉害 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 什么叫衰减率比较低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苹果手机的电池 它的衰减率 就是充满电的上限在不断地降低 什么意思 我们有没有发现 苹果手机 华为手机 当你去充电的过程里面 你每一次用的时间越久 你充满电以后 可用的时间就越短 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衰减率在不断地降低 大家明白 就是一个手机 你第一次用的时候 你把它充满 好像能用两天 一年以后你把它充满 可能一天都用不了 只能用10个小时 12个小时 16个小时 这就是衰减率在不断地降低 所以主要就是两个 效用在不断地提高 一个就是转化率不断地提高 成本降低 第二个就是衰减率要不断地降低 我们可以看看 N型硅片 整个的衰减率 这个都是一些工科的 整个的电池的衰减率 在年均上会不断地得到降低 降低以后 低衰减率的增力就会更为明显 这从企业来说 也会更加地明显 这是HIT我们要用的最重要的两个 原因 第三个 温度系数更低 组件的表面温度 每升高一摄氏度 组件的实际输出功率 就会一定比例地下降 这个大家也理解了吧 我们看到很多的用的手机 无论是苹果的还是华为 经常有人说充电充得好热 其实当你充得很热的时候 它的整个输出功率是在降低的 你的电并没有有效地能够传进去 或者说你的利用率 其实反而是在下降 HIT的下降约0.25% 一个是下降0.37% 单瓦的发电量比这个要高 4% 不要小看 这4% 如果你有一个很大量级的话 从企业来看 效率还是比较明显的 三个原因 转化率要高 一个是衰卷率要低 温度系数要低 这是目前带来 简单一点讲 我觉得更像一个光伏发电的一个升级版 升级版 但是当这个技术成熟以后 我想所有的人都会用更好的技术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最后我们来看看行业的数据 产能放量 元年开启 我们刚才说了 2020年大概是HIT产业化的元年 为什么 如果以几瓦级的大线为产业化的标志 明年大概率会是HIT的产业化元年 就20年 沙梅国际 其中一家上市公司 因为它现在下面有家子公司专门做这个 它大概会投出数个几瓦的大线 2020年底 全球HIT的产能有望超过8个G瓦 目前约为2.8G瓦 所以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来看看预期 2019年全年光伏装机约115个G瓦 2020年为140G瓦 同比增长20 如果保持20%的增速 到2024年光伏的规模将有300G瓦 HIT成熟以后 不仅可以渗透现有的市场 还可以享受增量市场 预计2023年会成为主流 今年是元年 所以今年在利润上的转化 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但这个技术 我们认为今年是商用比较重要的第一年 所以这个技术 我是在前期看到报告以后 我特别点出来看了一下 相关的公司都开始已经有所表现 我觉得这个表现里面有投机的成分 但是这些公司我觉得要重点的关注一下 最后我们来看看关注的相关公司 HIT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光伏电池的主流技术 当下HIT正从路线之中走出来 得到了光伏产业和产业外资本的认可 所以我们认为2020年有可能是0到1的一个市场 相关的一些公司 我们用卖方眼角 这个眼光去看一下 首先硅料环节 主要关注的是通微和大权 大权是煤股 硅片环节主要是龙基 那相关 因为它一定是受益的 电池环节 山煤国际 主要是煤炭联合 通微股份和东方日升 耗材环节 苏州固德 它主要是子公司的苏州经营生产 低温银浆和长洲聚合 这家公司正在排队上市 设备环节 主要是结家伪创 卖为股份和京城股份 所以整个相关的公司也不多 大概也就是十家不到的样子 那么有一些都是在光伏产业里面老的龙头了 比如说龙基股份 同微东方日升 我觉得这些应该说它更多的都是相关受益 这个受益我觉得不会太大 因为它原有就是这块 你现在星座的技术这一块和它们都是相关 但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受益 最重要的受益我觉得应该是在设备环节 设备环节 包括N型的材料环节 也就是硅料和设备 这两个我觉得可能在变化以后会更明显 上市公司就是这些了 相关的上市公司的重点推荐 我看了一下 目前这些公司的整体估值还确实不高了 由于这个行业本身的增速就不是非常好 前两年增速好了以后 去年由于补贴的原因好像有过下滑 目前的2019年的整个的市盈率 除了苏州顾德 苏州顾德因为是它子公司 除了苏州顾德以外 整个单一做这一块的 我们看最高的市盈率30倍 有很多在十几倍 不过最近在涨了 所以2020年的业绩来看 你看有很多的业绩还很低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回来以后市盈率在十几倍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估计整个行业的增速 大概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 我觉得安全性还不错 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 那么这里面呢 结家伟创 麦伟股份和京城股份 三家公司的技术相关是最好的 也就是在设备环节 真巧这三家公司 都是刚刚上市不久的次行股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予点评 我说过次行股 我基本上不点评 为什么 因为次行股在刚刚上市的时候 往往业绩会有本事 第二呢 会有很多解禁的压力 所以次行股我们一般会关注 但不予点评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自己的再去看一看 也看看它解禁以后 半年一年以后的整个情况 好吗 这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整个讲的HIT 那么最后呢 我们风险做个提示 一个是成本降低 不及预期 目前的这个 抑制节电池的生产成本 依然是相对比较高的 未来要通过国产化 将低成本 同时要量产 第二 量产的效率不及其 这是两个 所以从我们来看 20年是元年 元年的意思也就是说 这个技术在逐步的成熟 被很多的电池厂家做应用 但是它到底能应用到什么程度 速度有多快 不知道 有没有像2019年我们说的5G 就5G大家都知道 20年是商用的第一年 但到底能用到什么程度 有多少人会买5G手机 有多少人用 不知道 但趋势是明的 所以我们把它今天提出来 相关的公司考虑到估值比较低 大家可以做一些关注 但不要太急 今天我们的联报点击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